另外台积电在嘉义科学园区的封装厂工程 日前挖到了疑似遗址 经文资法规定 PI厂暂时停工 而在佐西乡丰平溪上游 开发水力发电的施封电厂 饮水到供区就位在哈哈比遗址范围内 虽然施封发电厂已避开遗址 不过县议会问教小组是仍然高度关切 今天上午是再度现刊了解状况 我们在施工的时候还会请 那个考古专家来现场就有监看 现议会文教小组来到施封发电厂工区 勘查哈哈比遗址 对于未在工区范围内的哈哈比遗址 恐怕遭到破坏 要求施封电厂人员说明 在航文简标 因为我之间后续真的确实有 暂时停工的一个情形 这个断断续续 所以说确实 后续有再开挖确实没有 虽然施封发电厂已经避开哈哈比遗址 但为了保存遗址的完整性 广利县文化处长吴敬毅也特别提点 施工单位注意以及配合事项 因为你现在表索翻起来底下的再盖上来对不对 回田的时候上面那一层是底下的又回去 多出来的会是表面的要运出去 所以要麻烦怪手师傅有没有 那个表面的先留一堆 大概上面两公尺文化层不会这么深看起来 然后呢你头挖出来就放另外一边 回田的时候表面的给它通通回去 要运出去的拜托是底下的那些河川的那些堆积层 让文化层回去 不要造成那个遗址混乱跟污染到其他地方 以后的学者就会搞不清楚这一坨哪里来的 另外对于临近遗址 以及侍奉电厂供区的住户土地 遭风平吸水冲刷 以至于灭失危机住户住的安全 在地县应援金属敏也特别关切 要求相关单位重视协助改善 107年一直提 然后我109年一直看到你 前面是107、108、109一直会堪一直会堪 因为大量的土地流失所以必须要做 那刚才听到我们水保接收分数比较低 那没有关系 那我们再来 因为我这个案我一直在追 是不是我们请我们公所再提报上去 那我一并在这里不行 好不好 那针对我们土地流失这个部分呢 我们请科长 联合处的科长 你们有会看过吗 流失多少 我一上任的时候就一定开始 现议会文教小组二招无建制 对于哈哈比移植的保存 以及住户土地遭冲刷灭失的问题 和余会的施风电厂 先政府相关局处讨论交换意见 期盼能够尽速解决 我想我们这次特别召开这个专案会议 由我们这个文化教育小组来做这个会刊跟勘查 那针对哈哈比移植的部分 那这个适风工程对于这样子的部分移植的保存 那没有保存的很好 那所以还有包括这个还没有跟文化局报备就先行动工 我想这是最不好的示范 那最重要的还是针对还有这个 因为这个防汛企业即将来临 那所以我们应该要对于这个村民 这个河道的冲刷的部分 影响这个地方居民的权益 我们也特别来做关心 物建制也特别强调 在0403强征后 如何振兴花莲的在地观光旅游产业 卓西乡的相关文化遗址就相当适合发展 成为观光新亮点 建议县政府能够协助保存 并完善规划 记得是玉兰 卓西采访报道